我马上跟你说 想听节目中的嘉宾有多奇葩 那嘉宾小周一上来就吐槽前任 这位大哥也太牛了 在和主持人聊天的时候 他不仅强化还动不动就做出怪异的举动 这简直就是大型迷惑现场 刚和女嘉宾见面就对人动手动脚 别一旁的闺蜜也不放过 女嘉宾当然不能忍 主持人确说之后小周没有丝毫收敛 而接下来他的行为更让人大跌眼镜 第一次见面就硬塞红包给女方 但红包里可不失钱哦 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 这个嘉宾真的太奇葩了 接下来这位男嘉宾更让人无语 一上来纠查女方户口 他接下来的操作更让人迷惑 当服务员告诉他 没有满最低消费时 他居然质问节目组 节目组反问他 这简直就是钢铁直男呀 节目组也忍不了了 接下来男嘉宾的话 那叫一个天赋三观 真是凭实力单身呀